谢谢 谢谢各位 桌上摆满资料 央行总裁杨金龙献身立愿被询 被大批媒体包围 因为这周四十五日 央行将召开今年最后一场利监事会 是否进去升息打通膨 或考量经济发展 都让这张奇末试却难度增加 生笨吗还是一码 我们理事会会决定会讨论以后 我们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会宣布 你这个来这里要讲一点实话 不用这样打太极拳 我们国内是用供给面的措施 来抑制这个通膨 这个比其他的国家的成效多来得好 民生用品这些的价格 对啊 都在涨 那没有错 是没有错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跟委员报告 全球的中央银行呢 他所看到的是整体的CPI 所以说 他不会说针对是 我的卫时会 然后呢 我来做我的货币证券 今年以来 央行连续三度升息 幅度达两码 金融圈普遍预估 年底再升半码 连四升恐怕让房贷足吃不消 因为房贷利率将占上1.925% 创新高 以20年期贷款1000万计算 每个月多出590元 与今年3月升息前相比 每月负担增加2590元 累积一年下来 额外花费超过三万一 但也有学者认为 全球经济笼罩衰退阴霾 明年央行升息脚步 就会踩刹车 央行应该是面临两难 受到这个全球升息循环的影响 那我们的出口呢 在9月以后 已经有衰退的迹象 这个时候升息 那他一定会对企业产生 就是经营上的压力 全球金融市场迎来超级央行州 市场预估美国联准会放割 仅升息两码 台湾是否跟进 间接影响明年GDP 爆三大作战 央行任何决策 牵一法动全身 环宇新闻 武怀恩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